饭店里非常受欢迎的回锅肉其实在家可好做了 今天咱们做一个家庭版的回锅肉 准备一小块五花肉冷水下入锅中 放入料酒、葱姜、花椒大料 煮开后撇去浮沫扣上盖子 把它煮熟后拿出 把蒜苗的根部用菜刀拍扁这样方便入味 把蒜苗切成小段备用 五花肉切成厚厚的薄片 起锅不烧油放入五花肉 用中小火慢慢煸炒 给它炒出多余的油脂后 放入一勺老干妈 一小勺皮鲜豆瓣酱 翻炒均匀后放入一小勺生抽调色 先放入蒜苗根给它翻炒均匀 老铁妈 如果您手机还有电呢 就给大燕点个小爱心呗 就是对着屏幕点两下 大燕在这里先谢谢您了 放入一小勺鸡精 一大勺白糖不用放盐 翻炒均匀后下入蒜苗叶 快速的翻炒均匀出锅 其实我每天教大家做菜呀 啥都不想要 就想让您点个双鸡加个关注 要不然您滑着滑着就找不到我了 您就帮大燕点一个呗 千万别忘了 家庭版的回锅肉 您学会 天啊 又去门 你们お願いします